這個朋友問708,即是恆大汽車 他說是否有移動 看見開市前升5% 股價上是有移動 不如我們問問Thomas 怎樣分析恆大又很難分析它的經營前景 但這隻股份的股價 譬如說會不會有些收購的概念 或者你覺得這一類的投資者 都可以承受到的風險,值得買呢? 其實現時會有兩方面的消息 有機會會刺激到股價的表現 第一個就是跟造車方面相關的消息 如果有提到一個比較明確的出車時間表 譬如在2022年底或者2023年初 比較上算是近一點 是可以是那個車是面細的消息 這些消息就會對股價有一個比較大的提升作用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 會不會是跟恆大有一個完全剝離的狀況 如果真的有這些相關的消息的話 市場會憧憬 就不會被這個無企消息有一個拖累 對股價表現都會有一個支持 但如果沒有這些消息的話 我想暫時去看 就算它繼續升的話 可能傾向上大概是3.3附近這些位置 已經的阻力就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潛在升幅對應到大概是一成左右 未必是這麼高的話 只適合一些很超短線操作的投資者 才會值得是一個考慮 至於中長線的部署的時候 可能都要密切留意 未來一個月一些相關消息的動向的時候 確認了可能跟恆大有一個剝離的消息出現的時候 才會對前景稍微樂觀一些 到時才適合做一個中長線投資